Hello,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是SSC的节目 其实最近特斯拉的车软件OTA的升级进行了两次 分别是2020.48和2020.48.25 这两次的间隔时间非常短,就连续在升级 所以今天我升级完之后呢,我也是大事 它的UI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的话也是趁这个机会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有了哪些调整 所以今天还是尽快的先把这个内容先给到大家 不管是这个排档的位置,不管是整个的这个布局 就是这个驾驶侧的这个布局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大家从传统的这个汽车 因为中控是在你的正对面到这个中间这么大一个大屏 所以某种意义上驾驶习惯还是有些变化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相信特斯拉已经听到了很多的用户的心声 所以在这个部分做了一些调整 或者如果你的事情永远停留在这个比较大角度的这个侧方向的话 可能对你的驾驶的这个安全性有一定的影响 把它的一些档位的信息移到最左侧 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个怀档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影响还是蛮大 那这样的话你是一眼就能看得到这个具体的档位是什么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的话它把一些原先我之前吐槽过的曾经比较深的一些这个菜单移到最下面的屏幕 这下侧的内容,比如说这个雨刮器 因为这个雨刮器 老实说我对它的这个 自动啊这个的功能还是比较的有顾虑 因为它要么就是刮的非常快 要么就是下雨它怎么都不刮啊 所以这个都会有一些问题啊 所以相对的说你可能还是需要手中去控制一下 除此以外的话 原先驾驶侧的这部分 反映这个安全关系的 反映你的车和其他车间关系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比例 显然做了一些调整啊 看起来更大更直观了啊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那另外的话这个在车驻车的时候呢 对这个车身有一个侧面的一个特写啊 看起来这个更直观啊 你是要开车门还是这个车套就是锁着状态还是开着状态 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啊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它的充电桩啊 能够实时的地桩显示这个充电桩当前剩余的 或者是当前可以用的这个充电桩的数量啊 这样的话就非常直观啊 能够看到我尽量去往哪个充电桩开 原先的话是需要你去点击的啊 你点击完之后才能显示这个充电桩的具体的这个格数 而且不是那么的直观啊 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UI的部分 我相信这个会不断的去调整啊 不断的去根据用户的心声做一些自适应的变化 但是它是不是会将来会做成像这种我们的windows的这种背景桌面 或者是像这样皮肤呢 我觉得不尽然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这部分界面 如果完全你用户能够自定义的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 用户其实不太清楚啊 什么样的界面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得安全产生一些隐患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给客户太多选项未必是坏的选项 所以没有给用户太多自定义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没错的 因为车毕竟是不是一个玩具啊 不是你手机你可以自己拖动图标 还是有非常安全 非常多的一些安全的这个考量啊 好的啊 那这个很短很简短的一个这个最近的这个2020.48.25的这个软件的一个更新的情况啊 给大家去反馈一下啊 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大家幽灵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